其實很多人為什麼會停止侍奉呢 就是因為有些失望 就是人際問題 人的回應 侍奉的果效 這個 其實人人都會有這個情況 但是 譬如為什麼我會持續有這個動力呢 因為我知道我的生活很寶貴 神有計劃 有人接受 這個世界總有很多人接受 其實我去到很多地方 有時候我去到那些國家 就是願意免費 義務 訓練 但是有些人不願意 那 我有兩個選擇 一個選擇就是 都不要的 我不做了 自動神也沒有回報的 如果我一看那裡 我就實驗了 但是我的心就是相信 神總是出路 還有我聽到你剛才說的事譜 都是 譬如你剛才有說的 譬如是幫他的那些官僱 經濟的需要 但是我們在這裡 因為這個最主要的事譜是大使命 大使命是什麼呢 全福音和建立靈命 所以吩咐都教人遵守 那這個呢 當然都有很好的反應 但是總會有人會提升 我們都會幫人的日常需要 就是有他生活上的需要 我們都會幫 不過呢 我們幫他過程的主要 是提升的 那當然有人接受的 不是 因為呢 你說得對的 因為呢 他們剛剛有說 就是教會 譬如做 但是他們會給人知道 我做了多少事給人知道 譬如他們要給人知道 但是我做的事是完全沒有人知道的 因為是私人幫他 那變了呢 有時候的教會都有 就是我覺得好像法力錯人 那些貓尼常會告訴人 耶穌教導也不是要我們告訴人 我幫人做事的 那我聽到你所說的情況呢 也是會有的 有些人做一點點事 就好像有跨擾 但是你又從另一個角度去看 其實他的跨擾呢 他更慘 因為為什麼呢 耶穌說 如果你已經宣佈你所做的事 你被人知道了 那這樣的時候 你會失去你的想事 和神宗爺 所以 更重要的是 我是否討實你 這是最重要的 我是否想討實你 如果我是想討實喜悅呢 其實那些人的反應 我現在去幫助人 都是見到有不停的反應 譬如我這次宣教 有人很喜歡 但也都有人是沒有什麼反應 那我的心 不要緊啊 有些人做的事 多出名又不要緊 或者我做的事 多隱藏 又沒有什麼所謂 因為我是被圍神做的 所以這個心一教正了 我就天天都提醒自己 耶穌歡喜我所做的 耶穌愛我的 耶穌陪著我的 那我又真的看著那些人的改變 譬如你看到我這裡 分開這麼多個小組 個個都有個人幫助人 那那些人哪裡來的呢 就是本來未想侍奉的 就訓練呢 去侍奉人 侍奉神 那他又做一做一下 這個過程都是無法合的 慢慢進步慢慢進步 那雖然有被拒絕 不過我堅持 這件事是神呼召我的 我就繼續行 那所以這個呢 就是學習 分辨到哪些人業 人看到 人 多謝 其實我幫人很多很多 其實我又不要計價會 多不多謝 我真的不計價 為什麼呢 我覺得神欣賞 就夠了 一杯梁小慎都欣賞 所以我不計價 但是事實上 我幫那麼多人呢 是有很少人有好的會 不過又無所謂 因為我不是要有些什麼 就是有些什麼會報的 那譬如我 回來搭飛機的時候 我都向一個人傳呼音 很多時候我都會的 就是周圍的人都會傳呼音 那這個人的反應是怎樣呢 你沒有說 一句都沒有說 我一句都不想聽 我還給他一句 不想聽 什麼都不想 那 人好而言會覺得不舒服 不過我說 不要緊啊 因為我都是榮耀神 我做的是神歡喜的 所以我立即 凡全歡 拒絕 我立即就會釋放自己 不要緊 神歡喜的 那就行了 所以 應用在你的身上 我幫他 他又不記得 不要緊 神記得 神歡喜 如果我出於一個愛主的心 我不計較他 有沒有人不回應我 有沒有人多謝我 不要緊 他不多謝我都不要緊 神喜歡 我做這個心這樣的時候 你的心靠靜 而我這裡會一步步訓練你 因為呢 這裡的人有什麼特色呢 他們求助 真的想被醫治和提升 他真的想有幫助 那 他是有心的 他不只是回來 好像只有一個聽字 他想被改變 因為我們級的人都說 你有需要我們幫你 但是呢 幫你提升你 你的生命被提升 那些人來都是想這樣 而我的目的呢 就不只是建立我們這個群體 我想那些人出去 你去哪裏 你就去哪裏 服侍你 我 我 之後會回答你的問題 就是這個教正的心 不計較人的樣子 這個我們都一定會有的 其實我這麼多年侍奉 我都受過很多人的傷害 我相信哪個是侍奉 都會有這種情況 但是我說 那樣的傷害是他的問題 我不用背著 我可以放心 OK 好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